话说在2002年 河南郑州冒出了一个傻人恶魔 郑铁公 他在三个月时间抢劫 昨晚16起 奸杀并且碎尸四个人 这些受害者呀 基本上啊 全是三培小姐 那这个郑铁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为什么专门要残害这些三培女呢 话说呀 老刘赛给听众朋友 刚才抛出那个问题的时候 给大家解答一下 一般的侵害小姐的案件呢 主要是有三个类型 第一呢 是两个人谈好了这个嫖姿 然后呢 进行这个交易之后 可是呢 在交易的这个时候 两个人对嫖姿啊 发生了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 引发的矛盾 经常 有小姐呀 会被这个嫖客所杀害 第二个呢 就是以节财节色为目的 黑吃黑 这些小姐呢 从事着这个不法的职业 但是都有钱 而且小姐呀 通常呢 都在外地工作 无亲无故 被人杀害之后呢 也没有人关心 所以啊 经常会成为这些凶手 黑吃黑的目标 另外呢 第三呢 就是报复性犯罪 这类凶手啊 可以说 心理变态 手段残忍 对受害人 实施奸淫 杀害 毁容 分尸 等穷凶 极恶的报复行为 这些凶手心里变态 而且觉得这些小姐好下手 所以呢 经常杀害这些乌乌的小姐 所以说呀 这当小姐的呀 在当年 可是个极其高危的职业呀 那郑铁工呢 就属于 我刚刚 所说的第三类人 他杀害小姐 就是报复性的犯罪 话说 在2002年初 25岁的郑铁工啊 迎来了人生 最黑暗的时刻 前一年呢 他老婆带着孩子 和人跑了 去年呢 他好不容易 谈了一个女朋友 不曾想呢 这女人呢 是个骗子 卷走了 他仅有的一万多元 也跑了 此大以后啊 郑铁工 开始从心底呀 痛恨女人了 痛恨那些女人 显得穷 痛恨那些女人呢 爱慕虚辱 由于身边的女人 截二连三的 离她而去 她不从自己的身上 去找问题 反而是怨天尤人 可以说 这样的人呢 注定这一生啊 会痛苦在身 很少会有幸福的 郑铁工啊 不是郑铁工啊 这下说跑嘴了 郑铁工啊 郑影职业是干嘛的呢 他是一个屠夫 专门杀猪的 另外 他的副业呀 就是偷金摸狗 他曾经因为盗窃罪 被劳叫了两年 2002年1月7号的晚上 郑铁工当时淫欲上心 心绪来潮 他从这客厅里啊 找了一个小姐 带回家中呢 进行淫乐 说一夜销魂美梦长 第二天早上啊 他一觉醒来 就发现自己 孤零零的躺在床上 可是 昨天晚上那个 家人美女啊 早就已经远赴天涯了 郑铁工 当时感觉浑身无礼的 从床上翻起身来 打开抽屉一看 里面的六千块钱 不一而非了 差点把他 浸晕了过去 没曾想啊 又遇到了一个 贪财的女人呢 再一次 把他全部的积蓄 给卷走 郑铁工 内心之中 感觉到 忍无可忍的 往往时分 郑铁工啊 揣了一把 从家里取出来 推骨尖刀 就来到那家 歌舞厅附近呢 转悠起来了 他想找到啊 昨天晚上 卷走他这些 钱物的那个小姐 而且 下定决心一刀 就把那个小姐 给捅了 因为呀 他这六千块钱 来的太不容易了 那是他顶风冒雨 提心吊胆的 去偷自行吃 卖钱换来的 你说 当时这一辆自行吃 那卖多少钱呢 也就三十五十的 那你说他得偷了 多少自行吃 才能赚到 这六千块钱呢 可以说呢 这里边的辛苦自卫 只有他一个人懂啊 所以此时此刻 他的心中 充满了仇恨 就在这个歌舞厅啊 转来转去 郑铁公当时 心里越想越疼啊 你说 自己呢 可以说 冒着这个坐牢 坐到底的 换来这个钱财 可是一夜之间 就付出东流了 日谁也不会甘心和淡定啊 他心里 不断的对自己发誓 剑刀那个小姐 一定要干掉他 不杀不快呀 他把那把剃骨尖刀 摸得正亮 他杀出了经验 他知道 当他碰到那个女人 这一刀下去 那个女人脖子 立刻就得被他斩断啊 可是呢 他寻觅了半夜 始终啊 都没有发现 那个小姐的踪影 他觉得 怎么也不能半途而飞呀 他心想 既然找不到这个女的 我随便找一夜小姐 发泄一下也好 反正这些女人 都不什么好东西 就这样 郑铁公呢 就盯上了一个 17岁的蔓延小姐 刘夏 这个小女孩呢 才17岁呀 是四川人 当他一个人 独自行走 在这个黄河路 和107国道交叉口的 立交桥下的时候 郑铁公啊 突然就窜出来 持刀 劫持住了这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不幸 就成为了此时 两眼发红的 郑铁公的猎物 小女孩当时看着 手持尖刀的这个 郑铁公 她知道自己 凶多吉少 当时 郑铁公 二话没说 上去 就把这小女孩 扑倒在地 拔去小女孩的衣物 对她进行了枪奸 小女孩啊 由于害怕 所以呢 一直啊 也没有敢呼叫 随后 郑铁公 抢下了刘家之后 抢走了 刘家七百元的现金 两步传呼吸 可是啊 她并没有放过 这个小女孩 而是捡起旁边大石头 活活的 砸在刘家的脑袋上 就把这小女孩啊 生生的给砸死了 然后 郑铁公呢 用附近的建筑垃圾 就把刘家的尸体 给掩盖了起来 一时啊 没有人被人发现 直到她被捕之后 她后来 带着警察 才去挖出了 这个小女孩的尸体啊 这是她杀害的 第一个女人 杀掉这个刘家之后 郑铁公心理 当时非常害怕 毕竟呢 这是她第一次杀人呢 所以啊 当时 每个夜晚 她都是辗转难眠 没恐在睡梦之中 被警察抓走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她发现 外面一如既往的风平浪静啊 也没听说 有哪个卖淫小姐 被害了 郑铁公心里的尸头 这才算是落地了 同时她心中又非常的兴奋呢 因为她豁然之间 发现抢劫 卖淫小姐 比头自行吃 来钱轻松多了 这小姐只需要松松裤腰带 躺在那里呢 插开两腿 腰包就会鼓起来 她心想 从这些小姐身上搞钱 岂不快在呀 比头自行吃 这个生意好多了呀 从此 郑铁公 就渐渐的迷上了 这个好营生了 于是郑铁公呢 在春节前呢 抢劫了几名 卖淫的小姐 轻轻松松的 就赚到了过年费 被抢的小姐 也如她所料 都没有报警 郑铁公就发现 这条路越走越顺了 她甚至还总结出了 小姐的作息规律 和住居的特点 就是这些小姐呢 都是租房独居的 和邻居呀 也没什么来往 白天睡觉 晚上干活 向家人呢 隐瞒工作内容 所以说呀 这些女孩 虽然身居闹事 却是处于 人际关系的空白地带 一旦遭遇危险 只能是小绵羊 独占大恶狼 久死一生啊 2002年 2月26号 是农历正月15 这些小姐们 陆续的 就从老家返回郑州 开始做生意了 这天晚上呢 郑铁公呢 也出来觅食了 她在傍晚时分呢 悄悄的潜入小姐 赵羽的出租屋 深夜12点左右 赵羽下班回家 一进门呢 就被这个 守株带透了 恶魔正铁公 是暗倒在地呀 还是老套路 拔掉小姐 赵羽的衣物 对她实施了强奸 强奸之后 再进行杀害 只不过这一次 她采用的手法 更加可怕了 她采用了一个 杀猪的手法 她把赵羽的头颅 给割了下来 剖开了 赵羽的胸腔和腹腔 露出内脏 然后把这些石块 一股脑的 推到了床下 很显然 郑铁公呢 已经把杀人 放成了杀猪了 动作熟练 手法精准 可谓是残暴至极呀 最后 她还搬走了 房屋内的电视机 和影碟机 可怜的有个赵羽呀 一位18岁女孩 独闯大都市 钱 没有赚多少 可是性命 却丢在了这里 更加悲惨的是什么呢 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 突然消失了 可是呢 并没有任何熟人 找上门来 甚至呢 也没有家人 发现她的失踪 直到二十几天之后 邻居闻到了一股 呛人的恶臭 这才招来 房东等人的关心 可以说呀 这就是卖淫小姐 最卑微的一面了 只要人们一听说 某某小姐被害死了 大部分人第一反应 就是活该 你说 这是不是人性的悲哀呀 正铁公盯上的下一个目标 叫做无路 这个无路啊 是平顶山人 在郑州多家大酒店 桑拿布都干过活 这个无路啊 表面衣着华丽 拥有大量的奢侈品 实际上呢 这个女人呢 平时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 常常呢 是穿着最漂亮的衣服 却是吃那个路边 最便宜的盒饭 其实 这个叫做无路的女人呢 与大多数的小姐都一样 在这个必要的职业性投资上 绝不吝啬 穿的呢 是五花招展的 但是 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上 这些小姐呀 都是能省则省 尽量的脱存钱 期盼存棍钱以后 和脱离他们从事的这个 卑贱的职业 总而言之啊 绝大部分小姐呀 只是把自己 皮肉生涯 当做赚钱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自己 毕生要从事的事业呀 很不幸的是 这个无路啊 被杀人狂魔 正铁公给跟踪了 3月10号凌晨4点钟 无路呢 下班乘出租车 回到了出租屋 一进房间 就被这正铁公给逮住了 为了活命 他不得了呀 不交出自己所有的现金 和银行卡 而且说出了 自己银行卡 取款的密码 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 怎么可能让无路继续活命呢 依然对这无路啊 实行先奸后杀 临走的时候 他回头一瞥 感觉无路的小脸蛋 貌若天仙 于是 他小心翼翼的 用那把踢骨刀 就把无路 整张脸皮啊 给剥了下来 然后 把这个脸皮啊 放入塑料袋之中 带回家进行拔上 最后 他又放了一把火 回尸灭迹 同时 也让他所犯下的一系列 抢劫杀人案 开始进入到 警方的视线之中了 也可以说呀 让他自己的 这个加速 走向死亡审判了 当时啊 他把这个 无路 烧毁了之后啊 消防人员和派出所的民警呢 到现场 把这个大火扑灭的时候 发现这个案发现场 是一片狼藉啊 令人 毛骨悚然啊 一句 被烧成黑色的女尸 手脚被电线捆绑 全身赤裸 胸腹枪 被扑开 脸皮是不知去向啊 这些惨绝人寰 极其恶劣的案件 立即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并且迅速抽调警力 成立专案组 侦破案件 法医呢 从无路的体内 提取到了凶犯的经验 迅速的送往公安厅 做了DNA的鉴定 专案组呢 通过调查发现 无路的银行卡 在三月十一号上午 被人从取款机上 取走五千元 他们顺利的调取到了 取款人的录像资料 当一条条线索 逐渐清晰明了 这时候 渐渐逼近正铁工的时候 他却在丹尼斯百货 游逛 寻找下一个 动手的目标 由于这个杀人案件做多了 这正铁工啊 居然就练成了一双 火眼金睛了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呢 就是 这些小姐呀 有小姐的特点 一般人看不出来 可是 这个正铁工 他说一眼就能 看出这个小姐 只要和这个小姐打照面 正铁工说 我就知道 他是干啥买卖的了 这一次 正铁工呢 又盯上了一个小姐 这是 租住在燕庄的 十九岁的徐丽 徐丽呢 租住在燕庄里 住在一处 林柴的五楼 那几天呢 这个十九岁的小女孩 徐丽呀 把她的母亲呢 从信仰的老家 接到这里 来想起天福 没想到 去遇上了这个恶魔 正铁工了 三月十四号下午 徐丽从外面购物回家的时候 她没有注意到 在她的身后 此时有一头恶狼 一直在尾随跟踪她 从这个徐丽 从外面购物回家的时候 正铁工就藏在暗处 进行观察 当徐丽回到自己房间之后 正铁工啊 就一直猫在阴暗处 等待徐丽 晚上出门工作的时候 潜入到她的房间之中 晚上大概七点钟左右 母亲呢 为自己的女孩 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可以说这一桌晚餐呢 也成为了 他们母女二人最后的晚餐了 晚间九点三十分 徐丽接到一个嫖客的电话 要从事自己的特殊服务了 这时候 她对母亲说 妈 我公司加班 可能会晚一点回来 自己的母亲呢 知道女儿平时工作辛苦 当然 徐丽从来 没和她妈说过 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母亲觉得自己的女儿 太辛苦了 于是 对这个徐丽温柔的说 女儿啊 千万别太辛苦了 妈等你回来 就这样 徐丽呢 匆忙出门了 母亲这时候 也早早的起登睡觉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 藏在暗处的那个恶魔 正铁弓 她出动了 伸手脚节的她呀 攀着防盗网 她硬是从一楼就爬到了五楼 然后 她用双手满力 掰开了钢筋 钻过防盗网 拉开窗户 登堂入室 就进入了徐丽的家中了 由于 徐丽的母亲呢 年纪比较大 一般的 老年人呢 睡得浅 这时候呢 徐丽的母亲呢 就听到客厅有动静 就从卧室 出来进行查看了 结果这时候 发现了一名男子 正在翻抽屉找东西呢 正铁弓扭头一看 也吃了一惊啊 这怎么出来人了呢 不过 再一起看 她发现 这是一个年老的妇人 于是 她根本旁若无人的 继续 在这个房间里 翻找钱财 这徐丽的母亲一看 大声的嗤哲说 你 你是谁 你干什么呢呀 一边说 一边呢 走上前去 老太太啊 就去拉扯 这个正铁弓 可是正铁弓 根本呢 就没有在意 而且他非常不耐烦 挥手就是一刀 刷了一下 这一刀啊 整整就划过 徐丽的母亲的脖子 扑了一下 鲜血喷出啊 徐丽的母亲就这样 捂着脖子 倒地而亡了 杀死了徐丽的母亲之后 郑铁弓啊 并没有慌忙的逃离 反而 一番搜索之后 他在房间里留了下来 为什么呢 他要等待徐丽下班回来 就在等待的这个间隙啊 他把刚才啊 杀害徐丽母亲 身上被借了鲜血的衣服 拿出去清洗了一遍 烘干以后 继续啊 把这些衣服 穿在了身上 然而正铁弓 等到四日凌晨六点钟 一直啊 没有见到徐丽回家 要见到天色见亮 他不得呀 不幸幸离开了 六点三十分左右 徐丽呀 满身疲倦的 回到了家中 可是一打开房门 就见到自己的母亲 躺在血泊之中 再细看 母亲脖子上一道伤痕 早已经死去多久了 当时徐丽下了呀 晕倒在了地上 但是可以说 这个小姑娘徐丽 是幸运的 由于啊 回来的比较晚 所以 她躲过了 这个恶魔 郑铁弓的 嗜泻的魔手 但是对于随的母亲啊 获其虚离啊 将会愧疚一生啊 3月16号 郑铁弓之前 所杀害的小女孩 赵玉的尸体 不断的 发出恶臭 而被人们所发现了 当时啊 这个郑铁弓 残害这些女人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 很多起了 当这个警方 发现赵玉的尸体之后 发现 杀害赵玉的这名凶手 的作案手法 和最近 发生的这几起案件 可以说 如出一辙 于是 于是 专案组 就把 226 赵玉 被杀案件 还有 310 无路 被杀案 和315 许姆案 进行 病案侦查 当天下午 办人员发现 赵玉的手机 在几天前 被人使用过 而且还打了 传呼 通过调查得知 留言的 就是 郑先生 郑先生 这是一个 姓郑的家伙 专案组 这些侦察员 脑筋略微一动 第一个小道的 犯罪嫌疑人 就是 郑铁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民警啊 在办理 其他案件的时候 就发现 一个犯罪嫌疑人 郑铁工啊 经常会出售一些 来路不明的旧手机 当时 警方 勤获 郑铁工的时候 就向他询问 这些来路不明的手机 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当时这个郑铁工啊 对这个 民警呢 一口咬定 说这个旧手机啊 都是他捡来的 因为啊 没有证据 民警对他 也是束手无策呀 当天 半晚时分 班人员 找到 郑铁工的肉铺 对这个 郑铁工说 你叫 郑铁工吗 郑铁工 故作 镇定的回答说 对 民警同志 我就是 郑铁工 干嘛呀 我也没犯什么事 怎么要查我 走嘛 郑铁工 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完了之后 就让你回来 当时心存 狡献的郑铁工啊 非常配合班人员 啊 警官同志 我跟你走 但是我身上没犯什么事 你们呢 查不出 我有什么过错的 就这样 郑铁工呢 就被这些警警啊 带到了警警队 当天晚上呢 经过一夜的审讯 这个郑铁工呢 依旧什么也没说 而且呢 什么都不承认 三月十七号的下午 警方经过这个 银行现场视频 反复处理之后 发现 无路银行卡取款人 原本十分模糊的录像 变得十分的清晰 而且通过这个 监控录像就发现 当时的取款人 非常酷似郑铁工 另外 郑铁工的足迹啊 与315 徐母案现场一组足迹 完全一致 就这样 警方就把这些证据啊 拿到郑铁工的面前 对这个郑铁工 徐温说 郑铁工 把你眼睛睁大 让你看一段录像 随着这个视频录像的播放 郑铁工明显的脸色发白 虚汗 就冒了出来 但是啊 他现在还是死不承认 并且叫嚣着 自己呢 根本就不是杀人凶手 而且当时 他是装疯卖傻呀 摆出了一副 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姿态 就像恶狼一般的嗷嗷吱叫 他也是守耗的时候呢 他竟然呢 还企图袭警 可以说 当真是名副其实的恶魔呀 直到18号的凌晨 郑铁工 这才交代了 全部的作案事实 3月18号上午 郑铁工 带着办人员 来到黄河路 和107国道交口的 立交桥下 挖出了 他所杀害的小姑娘 刘家的尸体 那个时候啊 举例案发时间 已经过去了70天的时间了 赵宇和无路的家人们呢 分别被警方 从新乡和平顶山 交到了郑州 处理受害人的这些后事 这些家人呢 都是乡下农民 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 在城里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只是认为啊 女儿一直呢 在城里为了个家庭 付出了自己的艰辛 从事的是一项 很体面的职业 当办人员 跟他们描述 死者的身份和职业时 他们都是分满万分 不敢相信的 而那个四川的小姐 刘家 由于没有人知道 他的家具体在什么地方 他的亲人呢 也从来没有认领 他的尸体 所以 刘家的尸体 一直无人认领 可怜这个小鸟 不明不白的 死于非命 而且还不能 失还顾礼啊 老刘想说呀 你说这些小姐呀 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 其实应该受到 同等的社会关注 受到平等的待遇 但是老刘这么说 他绝对不是鼓励那些女人 去从事这个社情的行业 可以说 打击社情的服务 扫除丑恶现象 净化社会空气 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 依然是警方应尽的职责 但是 在这个杀人系列案件当中 这个正铁工 可以说是一个恶魔 还有着财乎之心 报复小姐 报复社会 最后 他被判处死刑 也是他咎由自取 罪有应得 最后老刘感慨一下 因为讲了这么多呀 杀害小姐的案件 老刘也想说 从事色情行业的这些小姐呀 也是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 有生活困难的人 他们大多数呢 是身不由己 被迫走上这条道路 所以呢 请对他们 多一份关注 多一份关爱 可以说 也是对这个群体的 最好的保护了 毕竟呢 他们也和我们一样 也是活着的生命啊 每天都愿意 视频